欢迎大家继续来关心水星新闻 国际董祭会台湾总会 培加南区主席罗芬君 次年十六个分会代表 今天到起乎拜会起床 感谢床黄兵会对董祭会登记支持 起床也感谢董祭会 在关系这个期间 接近的参务 共同和家旗市要上国际舞台 家旗市长黄兵会接台 董祭会台湾总会 培加南区主席罗芬君 少数年十六个分会代表 感谢董祭会登记支持 起床各项外党 为与孔毅的世界观光年会 跟董祭市文会训会团体 都在进行收听 董祭市政府丁秀 而且感恩在南匹的社会主管一族 那一直呢 这就是同计会的精神来协助 所以我们都很善用 我们今年一百年 我们在市运里面 大家完成的生活的传递工作 这是很重要 因为家喻市在这里 我们都没有统计会 所以这样才可以 让大家看看这一面 这是我们完成的 主席罗芬君标识 董祭会依照顾李董 为第一 关怀李董 无缘佛戒精神 目标在于孔英五年 国际董祭会一百年会时 但是恐怖消费不应 好相逢业标 一页一千万美金的目标 标识中医市 受关怀移动健康 以及投幼为这次目标 做好更多的一带 跟市政府共存 万劣健康快乐的胜利 西新新闻 曹敏东 董祇智 蔡宏 报道